这就要讲讲香港的疫情 昨天李家超在电视节目中说过 应该要压低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数字 因为现在连日的数字都是徘徊在大约2000单左右 之后也有讲到通关问题 仍然需要与内地沟通 其实通关从来都是主导的 老实实真的是内地的 内地肯才可以通的 香港通关的意愿一直都有 但是严格来说我们用通关这两个字 也不是十分准确 但是市面上就是这样讲的 严格来说就是免检疫给人去内地 以及免检疫给人在内地来香港 在内地来香港的限制很少 有回港易、来港易等等 这些是务实的措施来的 一直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从来令人却步的事 就是由香港回到内地 有很多人都是要隔离的 隔离的成本就不是人人给得起 这个我也知道的 但是疫情已经是两年多的时间了 大家都知道两年多 其实就算最初是很需要到内地 到现在如果还没真正安排到自己的生活 如何去适应呢 其实是很难的 很难要求政府再做多些 因为内地的防疫要求是比全世界都高的 我只能够这样跟大家说 尤其是去到这一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我们也讲回真实的情况给大家听 现在新冠病毒的变异 其实是这样的 在之前的抗疫优等生 好像澳洲、新西兰那些地方 开放的过程里搜集到的数据 其实是挺可怕的 举个例子 比如开航班才算 入境不用隔离 那个确诊中数是很厉害的 新西兰的人口 其实只有香港七成多八成 应该七成左右 问题就是 新西兰每天的确诊数字 是六千多单 是香港的三倍 人口比香港少 如果香港要压低 新冠病毒的确诊数字 其实社会会有很多限制 即堂食的限制也会在那里 很多人要在家工作 这些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搞得到 当然现在已经有些议员 咬李家超 我们也要说一件事 其实咬李家超的议员 在林郑月娥时代 已经是咬林郑月娥 也是炒免格来通关这个议题 李家超说了 如果要达致通关 其中的条件就是 要更好管控本地的疫情 李家超说了一件事 例如可以增加核酸检测 他说 发出抗原测试的敏感度 不及核酸检测 可以导致错误安心 他也说了 未必需要全民强检测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 核酸的情况 对方香港之前疫情的时候 那个检测的力量可以提升了 但是 如果你提升了的话 那个成本究竟 每一次做核酸要多少钱呢 其实在香港做核酸的成本 据我的了解 是在内地的十倍有多 其实这样是否真的可以呢 当然你有钱是没所谓的 但是当社会的环境 赚钱也是有问题的时候 你是否真的可以 或者说很大规模地增加核酸检测量呢 其实就不是这么简单的 当然也有人去问他 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问他 喂 暂时是不是和国际通关无望 其实和国际一向都有通关 又是隔离的问题 李家超就说 在内地和外地通关的策略上 是没有排斥的 他没有说错的 事实上 香港是要做到互联互通才行 即是和内地又要通 和外地又要通 主持人就问他 会不会考虑放宽 底港旅客检疫日数 去到5加2或者3加4这样安排 即是酒店检疫5日或者3日 以及居家医学观察2日或者4日 李家超就说要视乎蘇区决定 会尽快检视 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其实立法会的议员 他们很多都是自相矛盾的 他们说的那些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实际的可行性 结果做政府的人 就无所适从 结果做出来的事情 立法会始终一定有人不满意的 媒体就会继续报道那些立法会议员不满意的事情 因为媒体和那些立法会议员串埋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处理到呢?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 李家超面对的困难 跟林郑月娥曾经面对的困难又一样 台阳又说我不要提林郑月娥 应该向前看提李家超 刚才他说的 但是 就算向前看也好 大家都要明白 困难是没有变过的 即是客观的难题仍然存在 当客观的难题仍然存在的时候 要处理到这个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 虽然 周围的环境是在变 譬如内地有些情况是放宽了 还有在内地 现在其实都在等着特效药 还有 还有一件事就是 疫苗接种 尤其是加强针接种的问题 因为 严格来说 大中华地区 其实一直都是低感染素的 跟欧美国家是没得比的 欧美他们为什么现在好像很正常 其实那样东西给大家听 他们一直要他们那些人 接触着病毒 病毒就不断在社区那里传 已经传了两年多了 在一些之前会封城的地方 其实那个病毒 没有在社区那里流转 所以一般人的免疫力就是靠打疫苗 大家知道 疫苗的效力不是百分百的 我们告诉大家 防重症 防死亡也很有效 但是防感染呢 说真的 防感染只有六七成而已 现在对付Omicron来说 可能六成都不到 如果防感染是 那个感染数一定很厉害的 现在澳洲的做法 就是看着入医院的数字 就不要让入医院的数字 就不升 新西兰的情况也是一样 那边境那里呢 就是如果你放宽了 人口流动更多的话 那那个确诊数是一定会升的 你是控制不了的 这一点 是很困难的 就是如果 李家超可以令到 就是立法会行政会 那帮政客 不要乱来的话 那 整件事就会比较容易搞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媒体和行政会 立法会那帮人 是不会放过李家超的 看过形势就是 所以李家超也是很难搞的 所以期望值不要太高 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样才会有惊喜的 空卫斯就说 现在你想控制都没有用 不会配合了 其实香港的情况 是来到一个地方 就是 那些人觉得自己无敌 我也讲过 还有很多人真的不配合 这是现实 在内地也有类似的情况 应该我们会讲一下内地的问题 好了 香港的情况就讲到这里 风球就下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件事就 免得再多说了 昨晚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丹麥首都哥本哈根 的一个购物中心 就发生了一件枪击案 他们的警察表示 就说这件事 就造成很多人死了 有几个人就伤了 一个22岁的丹麥男子被捕 相信他是单独行动的 现在丹麥警方就说 不排除涉及这个恐怖主义 当然 他就 弄了一堆 究竟死了多少人呢? 一些细节还没讲出来 目击者就说 听到三四枪枪声 但是如果三四枪枪声做到多人死亡的话 那枪手就瞄得很准 我相信不止三四枪 当然 现在他们的警方 封锁了所有连接市中心的路和铁路 追捕过可疑的人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都是很难搞的 以前觉得欧洲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 现在其实整个世界都是乱的 有些事情都是很麻烦 为什么会这么乱呢? 我们有机会再谈讨一下 有些事情我们处理不了 说真的 只是尽量说一些公道话 今天在美国是假期 因为就是他们的独立日 今晚就不会有他们的股市 但是 这个星期 就会有一个数据出来 就是六月的就业数据 和联储局的会议记录 周五公布 即是预计 六月非农业新增职位 会增加27万个 预计 少过五月的39万个 失业率 预计 就维持在3.6% 平均时薪按年增速 就会减慢 去到5% 如果 周五公布的就业报告令人失望 就会加剧经济可能衰退的担忧 我稍后就会讲一下 在我们观察到美股的奇景 这个情况就很有趣 其实现在美股 他们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厉害呢? 当然是联储局和打仗的影响是最大的 但是 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 有些力量想堆倒那时 但一直都堆不堆 即不是真正可以堆倒那种 所以 稍后我们会分析一下 另外 他还有私人企业新增职位的公布 这个星期 预计增加20万个职位 会高过五月的数字 以及 新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估计都是23万 这个没什么变 还有 这个星期还有可能 就是澳洲会加息 星期二就会公布 市面上估计是0.5厘 0.5厘是很大影响的 其实对澳洲来说 因为澳洲供楼的人 我的理解就是 fixed 的人 就是把息定了的人 是比浮息少的人 对上一次我看 不过可能现在的数据有5厘 如果是这样的话 1加0.5厘的影响差不多 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即使的 这个就会很麻烦 澳洲其实不多 不过澳洲的新总理 Albanese 他就去了乌克兰 他就和扎连斯基 开了一个联合记者会 他也去了Bucha和伊耳平 这个Albanese 他就承诺了一件事 就是会对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援助 有关用的装甲车 无人机 以及澳洲是会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也会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 但我说一件事给大家听 澳洲其实是黄金出口国来的 他其实真的没有怎么买俄罗斯黄金 有制裁都没有制裁 我的理解就是 当然 Albanese 他就再对16个俄罗斯的部长和寡头实施制裁 澳洲到现在就制裁超过800个俄罗斯公民 其实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就说 我们...不是我们,对不起 主要是我 这个也是批评我的 就是我经常说 俄乌战争两边都有不对 那些人是不接受的 我想告诉大家的事实就是 我从来都是这样说的 多方面的责任 历史的原因 造成这次灾难 而哪个人要负最大的责任 其实... 有些人就说是扎连斯基 有些人就说是普京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他们两个合同 要负的责任就是最大的 但是你说 谁要负多些责任 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 坦白说 我是认为普京是要负多些责任的 如果你硬要说一个人的话 就是要说一个人出来 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坦白说是普京 因为他主动动手 因为他主动动手 如果你用平时打架案件 就是这样 谁先动手 其实是有影响的 有些人就说 不是啊 是俄罗斯 迫于无奈才动手 是乌克兰才动手 是乌克兰才动手 你要扶植一个亲俄总统 然后里面的人民就 扶植不到 又搞到政治有问题 就是这样说 他们就说不是啊 他是特意推翻不合法的 支持那个亲俄总统的人 那些人的群众去哪里 躲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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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 现实就是 老实跟大家说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在软实力上影响不到 结果就是要用硬实力去批判 这件事 如果你硬是要说 一个人要多扶责任 我的看法就是 他要多一点点 因为他先动手 他最主要就是先动手 责任要多一点就是先动手 国与国之间不是这样 动手也对 如果你的看法是这样 那就大罪了 那就没办法了 以前日本先动手 你现在说他对吗 日本亲华是对吗 那就不行的 是啊 所以有些事情 坦白说 2014年你又搞了公投 可以在别人的主权国家里面搞公投 然后收割了别人的地方 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吗 这样是合乎国际法的吗 是不合乎国际法的 所以克里米亚那些 中国也没有承认是俄罗斯的领土 很明显的 有些事情 你看一下国家的立场 有些事情都不出声 我们也是不出声 你都要说哪一边对 哪一边错 我觉得是没有意思的 大家都有责任 你只要责一个人要多负责任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西方就不断说 我责任是在普京那里 但是你解决不了问题 你要解决的问题 一定要承认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有责任 大家都有责任的话 你才会去大家坐下去处理这个问题 你一只手指指着人说 这些全部都是你的责任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永远都解决不了 就像香港立法会的人 一只手指指着特区政府 说这些是你的责任 政府一定要做 我们的议员负责骂 这样 那就不能解决社会上的问题 不能解决世界上的问题 一定要认清楚实际情况才可以 我都不想这样说 有时候有人说 你这样没有人接受到你 我认真地跟你说 我们其实有很多节目 是解释过我们的看法 如果你说没有听过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不可能每一天 在这里解释我们的看法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 还有其他事情要讲 当然 因为我们的节目比较多 有些人就说 你以前比较好 贵精不贵多 问题就是 我也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不做多些节目 我们的拍片就更加不正常 我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被人抹黑得很厉害 老实实 人家传我们的节目 就说他是黄的黑的 就是被人抹黄抹黑 都不是第一天 19年已经有人这样做 有人相信 当然是 我们澄清过很多次 其实 很多事情 说真的 你自己听真一点 想想 你就知道 别人是不是抹黑我们 有些人就说 你这个Raymond Wong 最喜欢自打嘴巴 我哪里自打嘴巴 有些人就留几只言 就可以冤枉人 我们做节目 不是可以就这样 坐在那里冤枉你 不是这样的 我们也要很认真地和大家说 那 回来说一说 烏克兰的情况 我们会再 详细一点说 就是 烏克兰军方 其实今早都认了 尼西昌斯克失守 他们之前一直都不认 今早就认了 之前也是去了一个高地 其实每一次 烏克兰撤退就是这样的 他撤退去了高地之后 他就说 我还没有失手 我还控制着高地 但是 那个问题在这里 就是 烏克兰 他所谓的高地 其实 都不是什么战略要塞 他不是很容易防守的地方 他一输就输了 他要走 还有 在努金斯克地区 其实已经完全 落入俄军的手里 因为前两天 已经有消息传出来 就是俄军已经进去 尼西昌斯克 尼西昌斯克 尼西昌斯克还要到处走 尼西昌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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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俄罗斯 他已经说了 我们控制了 乌克兰的时候 还会反击 然后当然没有 他要撤走 乌克兰斯克 尼西昌斯克 也是说一句 I'll be back 他怎么说 I'll be back 就是说 我会重夺这座城市 其实 是很难的 我告诉个事实 给大家听 俄罗斯 他改变了一个战略 他最初 铺开来打 然后现在 就稳扎 一步一步地打 然后有空 就射两颗导弹 去其他地方 让你其他地方的防御 没得松懈 他一定贏 俄罗斯的做法 他一步一步吞 的话 乌克兰是没得赢的 无论乌克兰总统 扎连斯基 他说什么都好 事实上陷落的地方 在他的角度 陷落的地方 一定是永远陷落的 是没可能重夺控制权的 当然扎连斯基就说 有西方新型武器補级 事实就是 西方新型武器補级 都不容易得到乌冬地区 因为乌冬地区 亲俄的人 就留在乌冬地区 亲烏的人就走了去 乌克兰西部的地方 根本已经没有人的支持了 其实已经是 比较亲烏克兰政府的人 就已经走了 有很多是 人都走了 那你怎么能拿回那个地方呢 事实就是 这些人走了 都拿不回那个地方 俄罗斯当然他的说法就是 努金斯克已经完全被解放了 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会详细讲一下 那个情况 战况我们会讲一下 之前我们也预计过 就是他用包围的方式去打 俄罗斯的战略是一定对的 而且乌克兰是没有办法打得赢的 我们也讲过的 当然现在事态的发展和我们说的方向是一样的 好了 来到这里 还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有看Formula 1的朋友 昨天在一级方程式的英国站 中国车手周冠宇就炒了车 哎呀 他开那辆Alfa Romeo 他那辆Alfa Romeo 就被Benz车队撞到 即是车车反转座 接着就出了跑道 接着再转了几个圈 就飞出防撞篮 接着是红旗的 现在周冠宇和另外的车手 叫做艾邦 都是送到医疗中心的 但撞他那个不是艾邦 即是撞他那个Benz车队的Russell 应该是罗素的 好了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 我们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就这样